一組得獎的是 中天電視台 中天調查報告 我家不是你的後花園 揉獲第41屆 曾旭白先生新聞獎 公共服務獎 那這一次的 我家不是你的後花園 其實主要的 我們並不是想要去批判 開發或者是經濟發展 可能會帶給 台灣社會的負面影響 我們只是拋出問題 提出寬點 希望看的觀眾 他能夠跟我們 一塊兒來思考 這個獎項 電視 平面 廣播 不分組 共同評選 一共八件作品入圍 最後能夠獲獎肯定 對於中天調查報告而言 是相當重要的里程碑 電視的這個水準 超過平面每年這個廣播 這兩天都有平 然後大家要去考慮到 都是電視的廣播 但是因為是在 到後來是全都聽過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中天調查報告 每個月製作一集 以國人關心的議題為出發點 做出有深度的新聞節目 中天調查報告 獲獎肯定 未來將秉持更嚴謹的精神 製作更優質的新聞專題 記者綜合報導